這系列是我從2015年到瑞典祝村開始發想的系列 我把它命名為邊牆 主要是想要利用這個系列來探討關於暴力的主題 會有這樣子的發想其實是因為我在祝村期間遇到了阿里的恐怖攻擊事件 其實這個事件在整個歐洲發酵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大 尤其在瑞典祝村的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當地的人都把自己的國家叫做難民的天堂 但也因為這次的事件他們的政府重啟了國境嚴格管制 所以其實在當地他們人民討論的事情是很矛盾的 因為他們同時保有的人類其實最善良的本性 但又要用一種反對暴力的方式去找回屬於和平的這個平衡 所以我覺得關於暴力的討論到了當代好像有了一些轉變 變成大家逃避去面對暴力這個議題 才是真正屬於當代的暴力形式 所以我把這樣子的形式轉換成我自己的繪畫語言 我在開始這個系列的時候我設定了一個人物角色 他是一個屠殺者 因為我覺得屠殺者他是其他人的目的去執行暴力 而且他也同時是一個可以完全旁觀暴力的人 所以我站在他的立場去觀看屬於人類的各種暴力面向 把他轉換成各種元素 投入到我的畫面中 再用自然這樣子的元素去覆蓋它 掩蓋它 讓最後呈現出來的畫面看起來是很模糊的 很遮掩的很遮蓋的 好像為了逃避什麼樣的暴力事件而去產生了這樣子的聯想 所以我把它設定了煙牆這個主題 因為它就是一個用暴力跟自然混凝起來的一道屬於人類的暴力的牆